大家好,我是三年三班的林宇少 我今天要介绍的话叫做记忆 在这幅画中你能看到有一个人 他背着一个房子 这代表犹太人常常被迫迁徙搬家 所以 所以每当警察敲的窗户的时候 他们都会赶快躲到床底下 谁也不敢发出声音 然后 所以下台就用这种讽刺的感觉 去画出这幅画 如果这样换成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很轻,谢谢大家